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完整Office 我们今天进入到World的第12讲 讲一讲有关于样式和常文档编辑的相关内容 这也是我们这套视频有关于World的内容的最后一讲 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一讲呢 因为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在进行常文档编辑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以前前面讲过的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把这个World作为自处理软件 它最核心的这部分内容我们放在最后最后去讲 那么在进行常文档编辑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以下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样式 什么是样式 分节分页分栏引用 包括插入目录 还有页眉和页角 这几个地方呢 都有一些怎么说呢 有点小绕的地方 如果说不去学习的话 或者说不管是自己从网上去学习 还是听一些视频的话 可能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如果说碰到的话 会有点小讨厌 那我们今天一并都把它讲掉 首先呢 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样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篇文档 这样一篇文档呢 是一个叫海事岗位测评操作手册 它有20页 可以说是很长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封面 对吧 还有目录 这个目录当然是自动生成的了 随后呢 我们看一下证文 在这里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在编辑一篇长文档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在文档当中 你的字体啊 你的行剧啊 然后还有字号啊 这些内容不可能用的很乱是吧 你不可能用很多种 你可能呢 呃就会用这么一套的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如果说是标题一的话 你给它设置什么样的字体 多大的字 如果说是标题二的话 你给它设置什么样的字体 如果说证文的话 当然证文我们前面跟大家说过了 是吧 啊 尽可能的会用到小四号字 什么1.2或1.25倍行剧等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约定 嗯 这样子做呢 整篇文档才会显得比较的整齐干净 那我们说word文档 其实 其实就是说 嗯 我们看一个人的word水平怎么样 我们就看它的版面整洁不整洁 干净不整洁 干净不干净 对吧 我前面也说过 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实例的文档 我们来去做 当然我在这个文档当中 在这个文档当中 我是把它所有的格式 所有的格式都去掉了 我们就基于这个 我是取了刚才那个文档的前两章 我们一起来把这样一个 你看 完全嗯 没有怎么好好编辑过的一个文档 我们来把它处理的像模像样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 什么叫做样式 样式呢 它其实呢 是一组 或者我们说一个系列 一系列格式的集合 比如说 在这一个 一海事岗位测评法简介 我希望把它当做一个大标题 比如说 我说这是第一章 海事岗位测评法简介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 嗯 我们就用第一章吧 第一章是吧 第一章 第一章 海事岗位测评法简介 我希望呢 它是居中的 然后呢 我还希望它加粗 字号呢 要大一些 比如说小二号字 嗯 由于它是标题 我想凸显一下 啊 所以我用了一个字体是黑体 我用一下黑体 黑体 还有点小是吧 那或者我用一个二号 这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会大一些 我希望我做成这个样子 好的 那如果说 我们修改成这个样子之后 那到了第二章的话 我到了第二章的话 怎么办呢 难道我还是按照刚才的设置步骤 再重新的去设置一遍吗 或者说 老师你别忘了 有一个工具叫格式刷呀 哎 格式刷也可以 对吧 我们先选中它 然后用格式刷 然后找到 找到二的位置 二在哪里 二二二 二在这儿是吧 测评资料的准备在这儿 我改成第二章 这样当然也可以是吧 但是这样的话 你想这只是一个标题一 那还有标题二呢 还有标题二 甚至下面还有标题三 还有正文的样式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叫 题柱的样式 那如果说你每做一部分内容的话 我们都是用格式刷去刷的话 好像还是有点繁琐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到所谓的样式 在我们的开始选项卡当中 在这个位置 样式 我们看到的是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 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去开始去设置一个样式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把一组 一组我们想设定的格式 把它归集到一个样式当中去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我由于我这个呢 就是一个大标题是吧 所以我想把它设置成为标题一 标题一 那么看一下 我都默认的标题一在这儿 我点一下 请看 点一下他就会把word预设好的 这个标题一的样式 已经套在这个上面了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要用到标题二啊 标题三啊 或正文呢 我们只需要选中文字 选中文字 然后再点一下相应的样式 就OK了 这样是不是很快 只需要点一点 而不需要再去点什么格式刷之类的 那说老师好的 知道了 那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可能还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 刚才我说的是 刚才我说的是 我希望他居中 对吧 最起码我希望他居中 我希望他居中 好的 嗯 他用了送题 那我们也用送题吧 我们就急于他去做 用一下送题 好 那怎么样修改呢 在这儿 鼠标点中标题一 鼠标点中标题 右键点击 点修改 好 点修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弹出来一个修改样式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看一看他有哪些元素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名称是叫标题一 当然这个地方可以去改 但我不建议大家改 我希望我们的标题就是用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标题四 这样子最多常文档编辑当中 嗯 最多也就用到标题四了 通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况 我们通常会用到标题三对吧 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再往下的话 就有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用到标题 标题五标题六根本用不到 对吧 一般也用不到 我不建议大家去改 好 那我们再看 样式基准 样式基准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样式本身是基于什么来进行进一步的设置的 他是基于正文的 样式是基于正文的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地方讲一讲 但是呢我在这讲掉吧 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地方 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在调整我自己的模板的时候 对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这样的标题的设置 我通常会把样式的基准调整成为五样式 五样式那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它调整成五样式 人家默认的就是带的是正文的这种样式的 你为什么要把它调整成五样式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我在实际的工作 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发现如果说样式基准 基于正文的话会很讨厌 讨厌在哪里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基于正文的 那么未来当你的正文的样式做修改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正文的样式是什么 是没有说近的 没有说近的 我先确定一下 没有说近的 如果说有这么一天 或者说待会儿我们就会调整正文是吧 正文如果说我要是调整成首行缩近的话 首行缩近 格式 段落 特殊格式 首行缩近 点确定 好 我点成首行缩近 确实不错 是吧 这些正文的 原来是正文的 全部都首行缩近了两个字符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标题一他竟然也首行缩近了两个字符 他也首行缩近了两个字符 那你想如果标题一还看不大出来 如果说是标题二的话 你想我们希望他不缩近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基于正文的话 你把正文的样式改成首行缩近 他是不是也会变成 首行缩近了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是这样的 就是来我们再来到这个对话框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跟大家讲解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也是我的经验总结 如果说一样式基于正文 那么当你设置好之后 你对正文做的有部分改 部分改动的话 当然你改字体 它还是不会变的 因为你已经在它的基础上做调整了 你如果说你改这个 改这个缩近 它有可能它会变 它是基于正文的 正文做的相应的变化 有可能会反映在标题上面 如果说我们的标题一的样式是基于正文的话 因此我习惯于把所有标题样式把它基于无样式 基于无样式 后续段落样式 那正文也就是说你把它设置成正文之后 设置成标题之后 当你敲一次回车 下面一行 它是什么样式 下面一行 我们希望你就是正文吧 所以后续段落就是正文 好 这个地方我们调整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嗯 段落 我们先 格式是5 这个很好 然后 然后我希望它是 我希望它是什么 哎 还没用到这 还没用到这 先来改字体 是吧 先来改字号 我们说 嗯 字号 二号字 可以了 我想让它居中 于是我点一下居中 我点一下居中 啊 我点一下居中 然后 来看在这里 我还要跟大家讲 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你看有一个间距是吧 间距 断前17磅 断后16.5磅 这个呢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改了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包括它这个多倍行距 行距这个地方 行距这个地方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改了 我就不建议大家去改了 我点一下确定啊 先点一下确定 好 确定 确定 嗯 你看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缩近 我们把缩近调整调整过去 调整过去 那下次就不会有了 这样才是真正的居中 好 这个之后 这个之后 我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说 那么断前呢 断后呢 我不建议大家调了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这个既然你是标题一 是吧 标题一 那我希望标题一的后面 稍微空一点点位置 是吧 空一点点位置 有这么一点点的位置 有这么一点点的位置 看起来呢 比较的适合我们的视觉习惯一点 是吧 这样子前后都有一点空白 但如果说你说老师我想把它排的紧凑一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整 也可以 好 这个标题一的样式 我们就设置到这了 设置到这了 设置到这之后 那你说老师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怎么运用它 来我们找到第二章的地方 是吧 我们刚才调整的第二章 第二章在这 你说我要用标题一 我就点中这一行 对吧 点中这一行 然后点击标题一 点击标题一 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需要去讲的是什么 是这里 有很多同学 有很多同学在做自己的word文档的时候 他比如说标题第一章已经到这里结束了 是吧 第一章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那么第二章开始了 这个时候呢 那他想让第二章兴起一页 对吧 在新的一页开始 这个时候他怎么样 敲回车 来控制他 敲回车 这样子控制他 如果说你的文档是一个最终版本的话 那也OK了 是吧 那也OK了 毕竟打印的话 这样子回车符看不见 打印不出来 对吧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做法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想 你前面要是删掉一段的话 删掉一段的话 他是不是会跑上来啊 又跑上来了 那你在前面做修改的话 后面有可能不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新的章节 在新的页面出现的这样一个目的 哎 那于是 于是有些同学会这样做 哎 这样的同学还是比较聪明的 怎么做呢 他敲一个回车 然后他来一个页面布局 页面布局 他来一个分页 分页 分页服 他插入一个分页服 是吧 哎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 哎呦 插入一个分页服 这个回车也也到这了 我把它删掉 好 这样子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认为还算不错的做法 还算还可以的做法 最起码啊 知道了保持版面的干净 是吧 呃 不要那么多多余的回车服 那这样不是最完美的 不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是怎么做呢 请看 我把它删掉 我把它删掉 来 我们在 我们在这挑 让大家看一个神奇的一幕 来 我们还是要在样式当中去修改 关于标题一 哎 我必须要讲到这个 嗯 这个先不去讲的 我们来点这个地方 好 找到标题一所在的位置 然后点右键修改 修改 来 在这格式 段落 换行和分页 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几奖啊 第二奖 还是第几奖当中讲的 有一个 换行和分页当中 有一个设置叫 断权分页呀 我们把它勾上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 这一段之前 请你给我自动分页 哎 这个断权分页 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在设置标题一的格式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它 但标题二我们就不用它了 是吧 标题三我们也不用它 好 断权分页 点击一下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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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变化 到标题二这个地方 直接点右侧 左侧的导航窗格 哦 它果然 它自动的给我们分页了 帅不帅 实在是太帅了 是吧 我们完全不用考虑 你前面一张 你到底你有多长 你你未来修改 怎么样去修改 你会增减多少内容 我们完全不考虑它 因为标题一 我们在做样式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就在前面 已经给我分页了 哎 这个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好 标题一的设置 我们讲到这 那下面该我们设置标题二的样式了 是吧 标题二的样式 我们怎么去设置 我们想一想啊 未来我可能想是这样子的 最起码它是 它不要手行缩机 是吧 不要手行缩机 不要手行缩机 然后加粗 可能的话要稍微大一点 要我觉得四号字比较合适 或者小三也可以 小三也可以 四号也可以 对吧 然后加粗一下 大概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都 我就挺满意了 我挺满意了 那么来看一下 我我们看一下标题二 来我们直接点标题二 我们基于这个模板上面的标题二 去来进行修改 来修改一下 好 修改一下 样式基准 哎呦我已经调整 调整成无样式了 是吧 这非常好 好 调整成无样式 样式基准无样式 后续段落 正文 没有问题 格式黑体三号 哎 这个黑体三号 我们就用它 我们就用它 然后左对齐 我们再来看一看 检查一下 这个段落 这个地方 缩近和间距 悬挂 缩近0.75厘米 我不要悬挂 缩近 五 好 好 这个段前 零行 段后零行 行距 单倍行距 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或者稍微设置一点点 比如说 未来我们可能正文当中 我会设置成 什么 1.2倍行距 那我也把它设成 1.2倍行距 1.2倍行距 好 点确定 点确定 好 再点确定 OK 你看 我们已经预设好了标题 一旦被应用 应用了之后 左侧有一个小黑点 这个你不要认为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小黑点 你要把它删掉 删不掉 对吧 它是一个格式符号 格式符号 好 我们就这样 这个标题二用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点中它 然后点一下标题二 OK 太棒了 是吧 这样就是不是会觉得很快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地方 有没有标题二 标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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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标题三了 我们先不管它 标题二 好 来 标题二 标题二 我先设置到这 好吧 是不是很方便了 哎 我们一旦讲了一个 剩下的大家都会做了 对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多练习几遍是吧 三级标题该怎么样去试啊 三级标题我们这样吧 我们直接点标题三 然后我来基于它 看看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 好 修改 样式基准 对调整成无样式 好的 后续段落样式正文 四号 送题 由于它是标题 我也给它加个粗吧 加个粗 四号可以 比正文要大一号字 四号送题 然后 我来再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有首行缩进的 哎呦 有悬挂缩进 这里怎么会有悬挂缩进 无 改成无 好 改成无 哎 这个地方我稍微多说一下 呃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它其实已经对应了 大纲级别是三级啊 握着它们 它自动的把标题一到标题九 自动的给我们对应于大纲级别的一到九级 好 这个地方稍微多说一句话 断前零行 断后零行 单倍行距 呦 我也给它设置成一点二倍行距吧 一点二倍行距 当这个行距的话 这个行距的话 看看大家自己的感觉了 呃 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的 你的正文当中 想设置成几倍行距的话 你就对标题二标题三 设置成几倍行距 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来点确定 点确定 点确定 好 确定 OK 这样子 就成了 是吧 这样子就成了 那于是我们再找找一找啊 找一找 看看 好 标题三 OK 太棒了 是吧 标题二已经做好了 标题三 标题三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使用格式刷 双击格式刷 是吧 双击格式刷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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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刷一下 好 放掉 这个是标题二 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下 标题二 标题二 是不是很快呀 点一下就OK了 好 就这样 这个呢 样式我们 我们基本的东西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是不是 只要一学习 还是挺简单的 有关于样式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旦设置好标题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视图当中 把导航窗格勾出来 勾上 左侧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导航窗格 它会显示出来这个整体的目录结构 我们 我们想 比如说我们想看1.2这一集的话 我们点一下 它就过来了 这个导航窗格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这个我看一下啊 这1.1.3中间漏了一个1.1.2 是吧 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导航窗格就显得 挺有用的 它能够帮我们看一看 目录哪个地方漏掉了 是吧 别你这个地方是2.1 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跳到2.3了 是吧 当然 这个我们马上就会去讲 把我们前面讲的内容结合起来 前面讲了什么内容啊 前面还讲了叫多极编号 是吧 多极编号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好 这个正文 我们也来调一下 正文 我们也来调一下 正文修改 修改正文 修改成一 小四号子 小四号子 然后 后续段落样式正文 好的 再来一个段落 段落 首行缩键 两字符 可以 单倍航距 改成多倍航距 1.2倍航距 好 点确定 是不是更漂亮了 是不是更漂亮了 好 这样子出来之后 整个版面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吧 整个版面的感觉就出来了 如果说我们还想略微调整的话 我们等会再调整吧 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刚才我们讲了怎么样去把这个样式给设置出来 对吧 设置出来 那么设置出来之后 你说老师 我这个 这个的话 我不想把它当作标题1了 那怎么办呢 在这 点这个小箭头 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 把清除掉 于是它就会变成正文了 于是它就会变成正文了 那大家知道了 那大家知道 我撤销一下 其实 我不用清除格式 直接选中它点正文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怎么样 清除样式 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去讲 那你说老师 我在其他的文档 我已经设置好了一套样式 我已经设置好了一套样式 标题1 标题2 标题3 都已经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 那我 我 我新开一个文档的话 我想 用那一套样式的话 怎么办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这样子的 第一种方式是这样子的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文字 选Ctrl A 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Delay它掉 Delay它掉 我Delay它掉 然后 文件 另存为 另存为 DOTX DOTX 也就是说 另存为 模板文件 在哪啊 DOC Word文档 Word模板 在这 DOTX 我来点一下 DOTX 另存一下 点保存 点保存 大家点保存 我在这里又不点保存了 未来它会 我车销啊 未来它会出现一个DOT文件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像 这个是我的课件的模板 DOTX 那如果说 我未来 我想使用 我已经预制好的 这样的样式的话 我只要把它另存为模板 然后双击它 它会打开一个新的一个文档 空白文档 这里面的样式 都已经是我们自己设置好的 包括我已经设置好的 夜眉 和夜角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而DOTX的文件 打开之后 它会新建一个文档 请看 这里是文档一 是吧 文档一 我们双击的话 它会打开一个空白文档 那你说老师 我这个DOTX的文件 里面的样式 随着我的使用 我想对里面的部分的样式 做一些调整 该怎么办 来 我把它关掉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双击了 我需要右键点打开 英文叫open 打开 好 这个时候有没有看到 这个上面已经显示的是 客键模板 DOTX 在这上面 我们再去做改动 改动之后 存盘关闭 就OK了 好 这个讲了一下 有关于模板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个 还没有做完 我把这个插掉吧 我们这个还没有做完 我就不先保存成模板了 不保存 DOTX 因为我的页眉和页角 什么页面的布局 都还没做好 我暂时先不弄它 好 这样子搞好之后 这样子搞好之后 那说老师还有第二种方法 是什么 在这 点开 点开这个扩展按钮 点开这个扩展按钮 点是哪一个 那是这个管理样式 有一个导入导出 有一个导入导出 点一下导入导出 好 我们就把样式管理器调出来了 来看 这边是当前文档当中的样式 是吧 这个是我们使用的什么 normal.dot当中的样式 那我把这个文件关闭 然后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就打开那个 我的那个模板吧 桌面 我就打开这个模板 或者你打开我的文档也行 于是 这个右侧 它就出现了 我那个模板当中 我所定义的一些样式 然后我选中它 选中这边 点这个复制 就把这个 我原来预制好的标题一的样式 就复制到我这个文档当中了 就复制到我这个文档当中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已经做好的样式 我们可以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当前文档 好 这个地方 我就不再多说 关闭 关闭掉 讲到既然我们点开这个叫样式管理器了 这个地方我就多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叫 是叫什么 快速样式 是吧 快速样式 快速样式呢 有可能呢 呃 我们自己自定义了一些样式 它可能未必能够显示在这里面 因为它显示的数目是有限的 未必能够显示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找不到的话 我们自己定义的东西找不到的话 可以点开来 在这里去找 在这里去找 你还找不到 还可以点这个管理样式 在这里面是全的 最全的样式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的 找到它 好 取消 在关于一些更加细节性的东西 我们在掌握了基础的用法之后 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再去摸索吧 好吧 好 这个样式 样式就 讲的差不多了 是吧 修改样式 复制样式 清除格式 下面我们讲一讲 多极列表与样式 多极列表呢 跟我们的标题的样式 简直是叫天生一对 狼狈为奸 是吧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是第一章 下面 我这个地方是第二章 再下面 我可能是第三章 然后 我这个地方 标题二的话 第一章下面 我是标题 标题二的话 是1.1 是吧 下面是1.2 那万一我未来 我未来 我哪个地方 我这个把它删除掉了 这个地方变成1.3了 是吧 那我还要一个一个的在这边去看 然后手工的去改 如果说我们自动编号也能够用在这 那就太棒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好 首先 首先呢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要来 还是要修改一下标题一 是吧 标题一 点错了 标题一 来 修改 修改 在哪里啊 在这 呃 字表位 编号 点编号 点编号 在这里面去选 是吧 去选 但是 怎么样啊 我们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编号 对吧 这个时候 哎呦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建 是吧 点这个编号 直接来一个定义新的编号的格式 在这个地方去进行的 去进行定义 当然如果说 我们说 我定义了这个之后 他会编 他会编 但是好像是 好像是他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编号的话 他只能够应用于这样一 这样一级标题 这样一级标题 那我还想把二级标题 甚至三级标题 跟他进行联动起来 那怎么办 我们需要在这里 直接点这个多级列表 多级列表 来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 来 我们先来定义 输入编号的格式 你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底纹 这个一有个底纹 我们说它是玉 是吧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动它 好 我们把光标插在一的前面 然后敲一个D 还记得多级编号 我们前面怎么弄的吗 第一张D 然后再敲一个张 那你说老师 我想把它显示成中文 那来 在这 此级别的编号样式 这样 第一张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我们是要点确定吗 现在不点确定啊 可以把更多点出来啊 可以把更多点出来 好 我们需要再修改第二级的编号 是吧 第二级的编号 好 点编号 点二 点二 有没有看到 编号的样式是 一点一 但是这个一是中文的一 对吧 我们需要把 以正规形式的编号把它勾上 于是这样就变成一点一了 一点一了 好 我们再点三 再点三 哎呦 还要来一个 把它勾上 好 这样子就行了 那当然如果说四的话 四级标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干 嗯 也可以这样干 当然 当然我们下面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来 还是点到一这个地方 一这个地方 将级别链接到样式 也就是说 把你这一级别的编号 链接到我们的标题样式当中 现在当前是无样式 我要把它链接到标题一 标题一在哪里 标题一 哎 在这 点一下 OK 二呢 第二级的话 我就把它链在标题二上 好 第三级呢 我就把它链接在标题三上 但第四级也是一样的是吧 第四级也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没有设置第四级 好 这样子这样子再来点确定 再来点确定 我们看看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了 发生了变化了 好 我把这个原来的第一章把它删掉 第一章把它删掉 这个把它删掉 删掉 是吧 删掉 删掉 好 这样子 我先删两个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是吧 有点小问题 我们说我们这个希望它是怎么样顶格的是吧 顶格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来去改一下 我们刚才可能没有注意是吧 在这个地方来改一下 标题二 编号的对齐位置 左对齐 对齐位置 零厘米 零厘米 好 三级标题 还是零厘米 零厘米 四级标题 还是零厘米 也就是说 我不要它缩近了 是吧 不让它一级一级的缩近了 来点击一下 确定 嗯 这样子 它倒是过来了 它倒是过来了 但是我们说 中间这个字表位跟这个文字的间距 你未免又太大了点了吧 哎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特别不喜欢用的原因 因为修改起来好像总是也修改不好 是吧 那今天我们学了 我们就知道了 好 那么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定义新的多极列表 我们再来看 这次修改哪里啊 我相信学了那个多极列表的 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好 文本的 我们刚才改了编号的缩近位置 那文本的缩近位置 是多少啊 文本的缩近位置 嗯 文本的缩近位置改成 0.75厘米 是 是什么 是两个字符 是吧 1.75厘米是两个字符 那我改成多少呢 那我改成多少比较合适呢 改成 我们我们调调调一调一调一调 试试看 好吗 改成0.7 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啊 0.7 0.7好像太小了 是吧 太小了 不行 不太好看 还是要让它出来显示一点 是吧 好 改成1吧 改成1 有一点点 我觉得还好 对吧 改成1 这样子还好了 还好吧 好 那我们就用1吧 好 3也改成1 4 也改成1 也改成1 好 点确定 这项就没有问题了 这项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哎 就是这样子了 好 这个 你说 这个 由于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是吧 哎呦 这个1.2.1 你看 哎呦 刚才我还真做错了 你看1.1.2 我们原来是设的1.1.2 这个应该是1.2.2 是吗 好 这个其实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把原来的把它删掉 我们后面后面就不会那个了 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设置的还有一点小问题啊 有没有看到标题3 对标题3来说 这个字表位显得有点太小啊 这个文字的缩紧又显得有点太小了 对吧 问题无处不在 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修改1.2吧 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 好的 1.2 好 这样子我就改一张 我就改一张 那我们看第二张 你看他自动的就会编出来了 好 那这个地方关键的问题来了 好 前面的我就不说了 关键的问题来了 比如说现在我到最后了 我到最后了 现在敲我回车 敲 第三张 哎 我不需要写第三张了 是吧 我直接写标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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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一个 嗯 叫叫 嗯 第三张叫什么 我随便写一个啊 我叫 案例分析吧 随便写了 案例分析 然后我点一个什么 标题1 是吧 哎 于是他就自动的把第三张给我们出来了 好 再敲 敲回车 他是正文的样式 是吧 然后我我我来写一个 案例1 我希望他是标题2 是吧 然后我点一下 点标题2 好 他就自动的出现3.1了 是吧 自动的出现3.1了 然后我再敲一个回车 我来说 嗯 案例1 呃 概数 啊 背景分析 背景分析 我希望他是三级标题了 标题3 哎 他就自动的把我们的编号给我们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重点讲的 把样式和多极列表关联起来 把样式和多极列表关联出来 好 我们不需要写前面的编号 我们只需要点标题样式就行了 他会自动的给我们加上编号 好的 好 那这个样式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 然后该下面该讲什么了 下面该讲分页分节和分蓝了 对吗 嗯 分页分节和分蓝 好的 那现在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来了 分页分 分页分节 分页分节分蓝 我想想啊 这个我们放在这里讲吧 我们放在这里讲 嗯 我们先讲隐用 隐用 隐用 什么叫隐用啊 我们来看一下 隐用的话 在这里专门有一个隐用的选项卡 有一个隐用的选项卡 我们看到他 什么目录啊 角柱啊 隐文啊 隐文我们就不讲了啊 提柱啊 缩隐 缩隐我们也不讲了 我们主要讲提柱 角柱和目录这一块 这些叫隐用 比如说 比如说 现在这里有一个图 对吧 有一个图 那我们要给图加一个说明 告诉别人这个图的内容或标题叫什么 比如说这个图下面这个海事三因素图 我就是要告诉别人 这个图的名字叫海事三因素图 在握的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提柱 我们把它叫做提柱 而通常对于图来说 对于图来说 我们通常把提柱放在它的下面 放在它的下面 而对于表来说 我们把提柱放在它的上面 好 现在这个叫海事三因素图 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提柱呢 在这来插入提柱 直接点插入提柱 找标签 找图 好 图已经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标签 图 点图 它会自动的按照顺序去自动进行编号 现在当前的是图一 好 我就点插入提柱 确定 图一 好 海事三因素图 海事三因素图 据中 Ctrl-E 据中 好 这样子 我们就说 这个提柱已经加上了 已经加上了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光标点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样式 就是提柱 就是提柱 我们来看一下 提柱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提柱的样式也是基于正文呢 正文要是变化的话 它也会变化 是吧 那我们说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无样式 然后字体我们就不要改了 我们就用它自动的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的是 你看 它就守航缩近了 是吧 我们不要守航缩近 刚才先点一下确定 刚才应该有一个居中 是吧 我要点一个居中 好 再来段落 特殊格式 五 多倍行锯 可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先点确定 我先点确定 点确定 确定 好 下面有一个问题很讨厌 有一个问题很讨厌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我我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前面在进行修改 是吧 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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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之后 到这之后 哎 这个没有出现 嗯 我老师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我想我想干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比如说像这种样子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提柱啊 会有的时候会跟图会分离 会跟图分离 我这个稍微调一下啊 稍微调一下 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他会不在一页 他会不在一页 这个时候很讨厌 很讨厌是吧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下修改 格式 段落 换行和分页 孤行控制 哎对 这里有一个孤行控制就 就非常好 然后 其实对于图 对于图来说 我们是 希望他放在下面的是吧 那这个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孤行控制 把它勾上 把孤行控制 把它勾上就好了 嗯 好 点击确定 呃 点击一下确定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提柱的格式设置好了 但是这样设置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孤行控制的意义是什么 孤行控制就是说 他不会单独的把一行放在一页的开头 对吧 不会把单独的一行放在一页的这种开头 那么嗯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提柱和图片或者表格分离的情况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 有没有好的办法 有的 我们再做一个看看啊 我先把这个把它删掉 空行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 诶 这边有个表 比如说这个表 我们还是要去对它做一个提柱 对吗 我们还是要去对它做一个提柱 那对于表来说 提柱我们通常是怎么 放在它的上边的 是吧 好 我们放在这 然后引用 参入提柱 来表 哎 好 表1点确定 表1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 技能 因素 等级 表 好 这样提柱就加上去了 加上去之后 我们看啊 我来挑几个回车 挑几个回车 我们把它空到下一页 来看看 你看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出现提柱和表格分离的这种情况 处于不同的页面 那这看 看着看着 比如说看这个页面 看着看着 哎 有个表1 单独在1页 这个表在另外1 好像不是那么的美满是吧 那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子的 来 我们这样 我们把它撤销掉 撤销掉 全部撤销掉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选中 选中这张表 右键点击 来 插入提柱 插入提柱 好 表 我们就选择表 表1 然后选择位置 选择项目上方 点确定 点确定 好 这个时候再来写 专专业 专业 知识 技能 等级 技能 因素 等级 等级 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会不会分离 你看 现在 它这个提柱已经完全归属于它 它根本不会分离 所以我们用选中 选中所要加提柱的表格或者图片 右键点击插入提柱 这个是一个最优的一个办法 好 我们撤销 撤销 好 撤销 撤销 删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我们也重新做一遍 重新做一遍 把这个删掉 好 选中这个图 右键点击 插入提柱 选择图 好 所选对象的下方 哎 这个好 就选下方 确定 嗯 这里有个空行是吧 删掉 好 图一 图一 叫什么名字呀 叫 叫海事三因素 是吧 海事三因素 图 好 这个我们讲了 有关于提柱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 这个叫引用 是吧 插入提柱 还有个什么叫交叉引用 交叉引用是这个 就是我们在做一篇长文档的时候 我们一旦把图或者表设置好之后 插入我们这个证文当中 而且也插入提柱之后 我们一定要在证文当中予以显示 怎么显示 就比如说像在这里 如图一所示 是吧 我把图一删掉 如什么什么所示 是吧 或者见上 见 表 己 所示 哎 这样子 我们就叫交叉引用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一个插入交叉引用 交叉引用 选择什么 选择提柱 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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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选择 图 图 图 它会有一个插入 它会有一个如如图 这个乱掉了是吧 我撤销一下啊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回车 有没有注意到图下面少了一个回 图后面少了一个回车 好 把这个图调一下 如什么所示 如图一所示 插入 你看它会如图一 还是三因素图所示 下面是有底纹的是吧 那我说我不想这么啰嗦 我只要如图一所示就行了 我选中它 把它删掉 删掉 重新插一遍 如 来 在这 只有标签和编号 只有标签和编号 来 好 插入 好 这样就行了 那你说老师 你你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我直接用手写 用如图一所示不就行了吗 那万一你前面再插入一个图的话 它就它不就变成图二了吗 对吗 而这个地方不会自动变是吧 如果说你手工写的话 所以我们采用交叉引用 好 这个是讲到了交叉引用 交叉引用 我们看看还要讲什么东西 交叉引用 讲过了 角柱和尾柱 角柱和尾柱 好 角柱和尾柱 角柱和尾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角柱 我说这个地方是我从一本书上面看到的 我要插一个批柱是吧 要要怎么样 要把不是我的东西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我是看别人的 于是我就插入 插入 尾柱 角柱 角柱 我们先来看角柱 插入角柱 这个地方 我要插入一个角柱 插入角柱 好 插入角柱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是吧 来 这个地方有个一 对吧 哎 这个放在上面有一个有有一个纸的这个样子 是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说 嗯 引字 引字 什么哪个网站 W的3W点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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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吧 火车站这个网站是吧 假设一下啊 引字他 于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把鼠标放在这的时候 你看他会显示出来 对吗 好 这个叫做什么呀 角柱 角柱是在当前页当中显示 是吧 那我们看尾柱是什么 我们再找一页 比如说在这 我插入一个尾柱 尾柱 它是显示在整篇文档的后面 这通常我们比如说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会引用哪一本书的内容 是吧 我们要求放在后面 于是他真的就放在后面了 这个叫尾柱 随便写几个字吧 好 就这样吧 当然也可以调整 当然也可以调整尾柱的样式 是吧 我如果说放在这的话 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在这调整尾柱的样式 我就直接拉过来了 我就直接拉过来了 然后大家的话 可以直接就可以在这里面去调整样式 对吗 可以调整 这里面还没有 怎么办啊 要从哪个地方找到 要从这里找到 是吧 要从这里找到 看能不能找得到 还找不到 对吧 还找不到 找不到在这里找 尾柱 是吧 尾柱使用前隐藏 使用前隐藏 在这找到 然后去进行修改 对吧 在这进行修改 好 这个地方不多说了 角柱和尾柱 那下面有一个叫插入目录 是吧 这个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我都没有删了 对吧 我没有删除了 我就没有删了 大家自己做的话 可以全部的去练一遍 对吧 那插入目录的话 插入目录的话 哎 我需要做一件事情呢 我需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是吧 好 我需要空出来一页 空出来一页 然后挑个 挑一个回车 嗯 然后 我需要插入一个什么符号啊 这个时候我们说插入一个分解符 分个符 分解符 下一页 那时候老师你为什么还要插入一个下一页呢 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样设想 我还要插入一个分解符 我插这次我插入一个连续的 好 这样子 我我就形成了这样 我为什么要插入两个空白页呢 我希望这一页呢 是封面页 对吧 然后这一页开始就是目录了 那看我怎么做啊 这地方比如说我就写了 海事 什么三因素分析 然后我什么可以调字体 改成 旧送体 搞出 居中 好 然后 可以 第一页上面可以挑几个回车来控制啊 分解符 好 海事三因素分析 下面开始目录了 我在这里 我要插入目录 怎么插入 来插入 不是插入 引用 引用在这 有一个目录 点这个目录 你看 这里面已经有预制好的这些目录 是吧 预制好的目录 你看哪种样式合适 你就用哪一种 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点这种插入目录 我们去进行一下自定义 是吧 自定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显示级别三级 可以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 那我 我我 我们今天我们就用自定义的目录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用预制好的目录啊 为什么要用自定义的目录 我想这样 点开选项点开选项 这个是显示几级 我如果说显示四级的话 我也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把这个选上 是吧 把这个选上 好 那么 我来点一下修改 说老师你要修改什么呀 目录一对应于标题一 目录二对应于标题二 目录三对应于标题三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啊 修改 段落 我主要是看段落 段落 你看他有首行缩紧 我说你不给我缩紧吧 你不要给我缩紧了 好 五 没有缩紧 确定 确定 哎 这个标题一就顶过来了 对吧 那说标题二 你给我缩紧一下吧 好 来 修改 目录二 修改 段落 他缩紧的是 两个字符呀 不要缩紧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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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标题三 修改 修改 哎 点错了 目录三 修改 段落 不要缩紧 确定 你看不要缩紧 他也是自动的 在跟着标题一再往后缩紧 往后缩紧 这是来自模板 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另外的 是吧 大家可以试一下什么古典 优雅呀 这些的 好 那我们来点击一下确定 确定 好 看到没有 目录就出来了 对吧 目录就出来了 然后我再在前面写两个字 目录 是吧 目录 这个我们模仿标题一的样式 是吧 模仿标题一的样式 我可以改成小 大一点 大一点 小二号字 加粗 好 这样子就行了 那你说老师 我那个 你现在这个明显不够啊 如果说我后面 比如说我后面又添加了一个三点 一点 二 三点 一点 二 背景分析 然后来一个什么呀 来一个 背景分析 问题诊断 好 三级标题 好 于是出现了 是吧 那我怎么样 把我已经新加入的标题 放在目录当中呢 来 右键 点击 然后更新域就行了 更新域 更新域的时候 他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他问你是只更新页码 还是更新整个目录 如果说只更新页码的话 新添加的内容 他就不会更新在目录当中 而由于编辑之后 造成的页码变化 他会更新出来 我们现在是新添加了内容 所以我们是更新整个目录 点击确定 好 三点一点二就出来了 好 这个是目录的设置 是吧 目录的设置 那引用我们就讲到这里 引用我们就讲到这里 分页分节分蓝 我们融入到这里面去讲吧 叶眉和叶角当中去讲吧 好 下面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来了 一项内容来了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给他添加叶眉 怎么样添加叶眉 双击进来 双击叶眉区域进来 然后我要添加什么呢 我要添加一个 我插入一个图片 可以吧 我随便插入一个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 我在桌面上找一个图片 桌面上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样一个图片 插入进来这么大 改 改小一点 插入一个图片 好 插入图片 小小的 然后我们看啊 我后面还要写文字 对吗 我后面还要写文字 嗯 写文字的话 敲一个什么键 空格吗 把文字空出来吗 不是 我们用type键 敲一个type 好 敲一个type键 然后我来写 写什么文字 写海市岗位测评 那这个时候 我需要增大这个 增大这个距离 是吧 增大这个距离 我把它往这边拖动一下 拖动一点 拖动一点 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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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设是这样子 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当我把鼠标点在这个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找一道 找一找样式 有的样式还没有 那怎么样 我们要在这里去找到它 在这有 好 点这个箭头 修改 那老师 你还要修改什么 在这 样式基准 千万 千万 要改一下 改成无样式 改成无样式 点击一下 嗯 在点击确定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页媒当中 我们尽可能的去用 居中 居中对齐的方式 为什么要用居中对齐的方式 这是因为 如果说我们用了 居中对齐的方式的话 那么 如果说 未来 你的一篇文档当中 出现了 横排页面的时候 我们的页媒 依然处于居中的状态 如果说 你点的 左对齐的状态 或者说 分散对齐的状态的话 那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就不漂亮了呀 我们的 横排的页面 它的页媒 处于最左侧 右边空了 很大一块空白 对吧 就不漂亮了啊 所以我们 页媒的样式 我们建议大家 采用居中的方式 居中对齐的方式 好 点击确定 把插掉 好 这个页媒就出来了 页媒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页媒 好像有点什么 有点太 太大了 是吧 太大了呀 我看下面还有没有 我要把它怎么样 小一点 这样又太小了点 是吧 太小了点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当然大家也可以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现在不是嵌入型的吗 我把它改成这样 行不行啊 改成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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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种 不行 不好 是吧 不好 算了 还是这种 就嵌入型的吧 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子 是吧 改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哎呦 你的首页竟然也有了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来做夜角 夜角 双击进入夜角的区域 然后我们来 看 进入夜角 它有一个夜眉和夜角的工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插入文档部件 自动图文集 来找到我们自己定义好的一些东西 自己定义好的 也可以 嗯 自动图文集 嗯 在这吧 点夜角 它有 它有这个预制好的 那我觉得预制好的都不是太好 是吧 那我们可以自己的去设置 比如说这是我自己设置的 对吧 我自己设置的 然后把它删掉 我不要设置这个 设置一种通用的吧 我可以怎么样 插入一个 我来看看啊 插入哪一种 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夜角 或者我们直接插入什么 夜码吧 直接插入夜码 就做一个最简单的 看看啊 真找不到合适的呀 找不到合适的 那我从以前做的那个 我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前面的删掉 就做一个这个吧 就这样 又对齐一下 又对齐一下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呢 我们整个夜眉 夜角就做好了 对吧 第几页 供给页 然后还有夜眉 现在你说老师 我这个是封面呀 封面的话 我不想让它有夜眉的 我也不想让它有夜角的 陆陆夜的话 夜角 夜眉的话 你保在这刀在这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这个夜 夜码 我不想要这个样子 怎么样去做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我们这是正文 是不是对吗 好 我们点击进入正文 有没有看到 在夜眉和夜角工具里面 有一个链接到前一条夜眉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前我的这个夜眉呀 是跟前面的一节 前面的一节 它的夜眉是一样的 我们到这来看一看 哎 这个它也是链接到前一条夜眉 它的意思也是说 我当前的夜眉 跟上一节的夜眉 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先把它关掉 有些同学可能听糊涂了 老师 你说这个节 你你你你你一再说节 看来这个节很重要 是的 在word当中 当我们想要采用不同的夜眉夜角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涉及到节这个概念 节这个概念是长文档编辑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节是什么意思呢 节是把文档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部分 而这几个不同的部分 是我们可以对文档做统一的格式设置 做统一的夜眉夜角的最小单位 一个一节当中 只能够有一个一种样式的夜眉或者夜角 当然所有节的样式可以是所有节的夜眉和夜角可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成不一样的必须要分节 分节怎么分呢 依靠插入分节符来实现 比如说在这里 我刚才插入了分节符 有没有忘记 好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插入 页面布局分格符里面 分节符 分节符有这样一种 有下一页的分节符 有连续的分节符 连续的分节符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连续的分节符 什么意思 当我们插入连续的分节符的时候 它不会自动新开一页 它不会把我们插入节的位置上下分成两个不同的页面 这个叫连续 而如果我在这再插入一个下一页的话 它会自动的把光标跳到下一页 有没有看到 出现新的一页 这个叫下一页 那还有一种叫偶数页和基数页 这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文档是分基偶页的话 那么它可以插入基数页和偶数页 这个通常我们是在做论文的时候 需要对基数页做一种页媒 偶数页做一种页媒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插入 等会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先解决不同的页媒和页角的问题 好 现在我还点进来 我说我如果说想要取消最前面的页媒和页角的话 我不可以这样子 我不可以直接在这个第一个地方 我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删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删掉之后它这个还真没影响 这个可能是用了首页不同 我来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删掉 如果说我把那个删掉 有没有看到正文页面的页没有了 页没有了 为什么 我撤销一下 我撤销一下 好 撤销一下 我们切记 删除 如果说我们想要删除 目录页 或者是封面页的页媒和页角的话 我们一定要从后往前 怎么样从后往前 就是说从正文开始 我们首先要点中正文的页媒和页角 做一下处理 先把这个去掉 链接到前一条页媒 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页媒是来自于这里 等于说我引用了它 所以我们要想删前面的 我们先要把后面的 先把这个链接到前一条页媒 把它这个开关给关掉 把这个页角也同样的把它关掉 表示现在我是独立的了 我跟你们前面的页媒和页角 没有关系了 前面的页媒和页角 你自己随便删吧 随便删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 我们如果说想删这一节 这这一页就是一节是吧 当然不是所有的节都是一页啊 取决于你分节幅的位置 好 我如果说想把首页的删掉 我需要点进这里 把链接到前一条页媒 把它怎么样 把它去掉 把开关给点掉 我刚才已经把它点掉了 是吧 点掉了 好 把它点掉 这个呢 也把它点掉 点掉 好 这样子 我们再来删首页的 删除 删除 页角 删除 好 OK 我们看到了 这样第一页就干干净净了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来处理第二节的问题 第二节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页媒可以用这个页媒 但是页角的话 我不想出现供多少页 我想供多少页只是 只是表示我的正文有多少页 而不是说包含什么夯不郎当的 什么目录也包括 封面也包括 我不想这样子 那怎么办 来 我把这个后面的删掉 然后这个第二页呢 我想换一种样式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是不是老师会告诉我们说 目录页的页码应该和正文页不一样 对吧 你这个是这种阿拉伯数字 通常目录页 他的 目录页 他的页码应该是什么 罗马数字 是吧 于是我们来选中他 来看 页码 设置页码格式 来设置成罗马数字 好 大写的罗马数字 好 点确定 二 哎呦 你这明明是第一页码 怎么是二呢 看来还有哪里需要去设置 来 再来一下 设置页码格式 来在这里 续前节 表示的是当前的页码 是接续前一节的 我们第一节 我们看看 第一节是封面页 他就一页 所以他的页码应该是一 尽管我们没有显示页码 他的页码 如果接续前一节的话 他就是二 所以我们要调整 设置页码格式 要把它改成起始页码 我们手工的改起始页码 就是一 好 点确定 OK 变成第一页了 好 这个我们就设置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 哎呦 要命了 你这个 你这个好像也是接续前一节的吧 设置页码格式 你看果然是续前节的 我说你就从这一页开始给我算吧 好好 第一页 点确定 OK 这样就搞定了 搞定没有啊 没搞定啊 真的没搞定啊 设置页码格式 其实页码 第一节 确定 点出来 诶 竟然真的没搞定吗 F2 F9刷新 哪里出问题了 分解辅 第一页 第一页 是对的呀 第一页 好 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第二页 第二页 第二页 我来看看啊 跟切换预代码看看 配戟 配戟是对的 配戟是对的 但是它为什么会是第二页 F9刷新 好 莫名其妙啊 又好了 好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页码给设置好了 对吧 但是关键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一页 第十四页 共十六页 哎 这用到了我们上一次课讲到的内容了 对吧 我们要对总页码进行一个设置 来选中它 右键 点切换预代码 要怎么样啊 要再 要再 要选中它 按一个Ctrl F9 再在两个大括号中间 敲一个等号 是吧 等于它 减去二 然后再来F9 好 这样子就OK了 好 这个页码也设置成功了 OK 我们看看讲到哪里了 设置页梅页角 为不同的节设置不同的页梅页角 为机偶页设置不同的页梅页角 啊 为不同的节设置页 不同的页梅页角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现在是这样子 我说呀 我说啊 第一张啊 我想设置成这个样子 第二张的页梅 我想设置成不同的 你这个要求还挺奇怪 但实际当中可能不会用到啊 我们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为了给大家讲得清楚一点啊 给他讲清楚一点 好 同样的来点中第一节的页梅和页角 然后我看一下 哦 他没有连接到前一条页梅 那太好了 我直接在这改吧 改成一个什么呢 我这样吧 我改成第二张 测评准备资料 第二张 我就改成这样子吧 简单一点 第二张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第二张 嗯 他怎么也变了 要命了 有问题 撤销 我们来看 原因在哪里呀 原因在这里呀 原因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两节是连起来的 是吧 连接起来的 所以说 他就不能够设置不同的页梅和页角 所以我要在这插入一个 分解幅 嗯 反应这么慢 我的电脑 分解幅 好 分解幅 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改 好 把链接到前一条页梅 把它去掉 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改 第二张 好 看一下 行了吗 哦 可以了 你看 第一张 我们是这种页梅 第二张 是这种页梅 好的 那这个呢 呃 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的节 该怎么样 不同的页梅和页角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去做鸡偶叶不同的页梅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现在呢 这是我们到了第一张 到了第一张 那有些学校里面他论文可能要求的是基数页写的是 基数页写的是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这篇论文的名称 是吧 论文的名称 偶数页的页梅显示的是章节 对吧 显示的是章节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点击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 叶梅和叶角工具里面点 鸡偶叶不同 好 点击鸡偶叶不同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属于 当前是属于 基数页的叶梅 基数页的叶梅 好 基数页的叶梅 我们不动它 基数页的叶梅 我们不动它 偶数页的叶梅 调到偶数页的叶梅 好 偶数页的叶梅 我们来变一下 变一下 变成什么呢 变成章节的名称 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课我们讲过 要插入一个什么呀 插入一个欲 对吧 插入一个 欲在哪里 文档不见 欲 找到 引用 是吧 不是缩影和目录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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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在哪里 引用 找到 style reference 好 把标题一 选中标题一 好 点确定 海事岗位测评法 简介 标题一就出来了 标题标题一就出来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偶数页的 激素页的 激素页的 这是 点错了 是吗 Ctrl Z 一下 好 海事测评法 这是激素页的页梅 偶数页 我们要偶数页 偶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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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一节没设置 是吧 前面一节没设置 那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copy过来 Ctrl C 偶数页的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修改 是吧 好 在这个地方 选中它 插入 文档部件 预 style reference 标题一 点确定 好 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偶数页的页梅是这样子的 激素页的页梅是这样子的 果然不同了 海事岗位测评 这边是海事岗位测评法简介 就是第一章的内容 是吧 好 这个于是我们就设置好了 那个页码的设置 哎呦 这边还没有页码呀 没有页码 我们copy过来一个 偶数页和激素页需要独立设置 好 复制过来 好 OK 就这样 我们就设置成了不同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刚才讲的这个 有关于结的问题 对吧 有关于结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分鸡藕页了 对吧 现在我们已经分鸡藕页了 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插入 分隔幅 我们就有藕素页和激素页 我们插入一个激素页 看一看 这个是我来看一看啊 这个我们看这 需要看这里 你看18页 18页是偶数页 哎 这个果然是激素页 对吗 那如果说我 我说我再插入一个分结幅 我要插入一个 我再插入一个激素页 会是什么情况 再插入一个激素页 有没有看到中间多出来了一页啊 多出来了 这是激素页 激素页 然后这边又来了一个激素页 这边 这边 应该是什么 这边其实还是激素页 是吧 所以当我们设置了 激素页的时候 我们插入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不要插错了 否则的话 中间会出现空白页 对吗 中间会出现空白页 好 这个我们把它删掉 这个平时用的会比较少一点啊 比较少一点 好 我们看看讲到哪里了 在液媒中插入域 我们也讲了 设置分栏 我们其实也讲过 设置分结 分页 我们都讲了 分页符呢 就是分页符跟分结符 当然是不一样的 是吧 分结符的话 它是表示的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一个单位 是吧 分页符呢 只是一个新的一个页面 好的 长文档编辑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嗯 我们word的课程 也基本上讲到这里 呃 由于说我们这个课程呢 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基础和常用内容的一个讲解 如果说大家觉得哪些部分 讲的还不够深入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后面 给我留言 嗯 我把它攒起来之后 我们来统一来相当于答疑一样 我再重新再去录制一 录制一节专门答疑的视频 好的 word 整整个word 我们的视频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